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继续来帮你说明这个C++语言的这个多态性的这种表示法 让你可以跟Java能够做个比较 也就是说我们是从OOP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出发 然后呢一方面这一个看这个Java怎么去表现这个OOP的概念 因为是早就有OOP的是从1970年代就有了 然后之后呢是先有C++之后才有Java OK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谈的这个OOP的概念 其实都是在1970年到1990年这一段所衍生出来的 从1970年代的一个初期的发展 到了1980年代呢是最开始转期成熟 一直到90年代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整个OOP 最为这个成长最快的那一个年代 那到90年之后 OOP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已经定案了 所以1980年代就有C++出来了 所以是1970年代在80年代是OOP的一个稳定成长的阶段 这些概念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就出来了 到1980年呢就用C++的语言来表达这个OOP的概念 好到了啊这是在1986年啊就是C++的1986年 到了1996年啊就有Java的出现 啊所以Java呢是比C++慢了10年啊慢了10年 那我们现在是在谈啊帮你奠立一个啊 啊这一个OOP的基础让你呢能够看到Java怎么去表现这OOP的这些概念 同时呢也让你了解C++怎么表现这个OOP的概念 这样子你才不会这个学Java是学一套C++学一套啊 就是但是你不知道背后的OOP是早就已经先成熟发展了 所以先掌握的OOP的概念 你都对这个语言啊你就会两边啊你就会通吃 所以你就可以把两边呢啊做更多的融合 那么更适合在Android的环境来开发软件 因为Android呢基本上对两在上层是Java 底层呢基本上是C++跟C的天下 它是两种两大语言的一种组合 OK所以呢这个透过OOP来串接 那一个对Java跟C++做一个完整的对比 以及呢我们掌握的这个基因 然后就了解了两种不同语言 那是这一个叫做事半功倍的做法 OK这就是这个课程呢最重要的贡献 OK那这个多态性在C++呢 就是以这个虚拟函数来实现 OK那Java的函数都是虚拟函数 所以没问题OK 那这个跟继承的类别体系呢 来组合出来的 就是让子类来互写这个负类 好那复写出来的 那就这复写呢是建立在负责类别的关系上 所以呢多态性是建立在这个继承 以及虚拟函数这个基础上的 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C++的这个部分 好那这一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先定义一个point 就是画点 就是几何图写那个点 画一个点 画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 它有它的周标 有它的周标 所以呢定义的这个属性 这个点呢 有它的x周标 有它的y周标 OK 好然后呢就定义一个draw这个函数 它就可以把点画出来 所以你暂时不要去管它这个画点的细节咯 OK好那么接下来呢 好那我们就定义一个circle 这个circle呢是从这个point继承下来的 所以呢这个point的两个属性 会被它继承下来 还有point的 这一个左右也会被继承 但是它这里把它override掉 有没有 把它复写掉了 把它复写掉 OK OK 所以这里把它复写了 但是注意了 这里并没有写virtual 这里是一般的函数 所以目前这里呢 N格上 不是N格上 这里是绝对上 它不是一个多形性的函数 因为在C++ 多形性的函数 必须前面加一个virtual OK 加一个virtual OK 好 那也就是说C++的函数 有的是虚拟的 叫virtual 有的不是 像这个就不是 OK 好 那这个它有它的构造式 有它的构造式 只有它复写了它的画图的桌 所以它画出一个圆形 好 那这个复类别的point桌呢 不能画圆形 不能画圆形 这个桌子能画点 所以呢 这个子类呢 就把它复写掉 把它覆盖掉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main function 我们的组程式的main function 所以main function呢 首先 创建一个对象 记得C++的 这个是对象 并不是参考 OK 这是C++就分对象跟指针 那么java只有一种叫参考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创建一个真正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是来自这个point的这个类 这是point这个类 point这个类的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里头有x跟y 然后这个x呢 目前是100 y也是100 OK x跟y是100跟100 OK 这是这一个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 它的名字 叫p 对象的名字叫p 不是参考 这是对象 这是对象 西加利亚有对象 OK 好 那这个对象呢 里头有个主要的 函数 它就把它画在 透过这个主要准备 透过这个主要准备数呢 把它画在这个画面上 这是我们的 这一个手机的画面上 手机的屏幕 手机的屏幕上 OK 把它画在这个手机的屏幕上 就是画一个点 画一个点 OK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sircle 然后c 就sircle要创建一个 sircle的 这一个 要创建一个sircle的对象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 再来创建一个sircle的对象 咯 我们先来 设计一个sircle的对象 这个是sircle的 的object 就是sircle的object 这是point的object OK 那因为sircle呢 它是子类 所以呢 它有一半是负类 来构造式来建的 负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所以呢 它就来调用 这个sircle的构造式 那sircle的构造式呢 它会自动的 调用 这个point的 这一个 默认的构造式 因为 这里头 没有 写 没有扣到 这里的 构造式 表示呢 它自动 会来扣 这个默认的 构造式 这默认的构造式呢 它会建立出两个属性 但是没有给值 没有出其值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它会 它会 这个创建 这个 这里的有一个x跟y 这里有一个x跟y 跟它不一样 跟它不一样 这是由这里的 负类的构造式 建出来的 x跟y 然后呢 sircle自己的构造式 建什么呢 sircle的构造式呢 建立它的 它在建立一个它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建立在这个位置 这叫radius 建立它的radius OK 然后呢 它马上 radius呢 马上就给它一个值 给它一个值 它马上给它 就设定这个磁器值 所以这个时候 它会传 把这个p传进来 把这个p当参数 传进来 所以把这个值这里 px呢 现在是 这个的构造式 在 在做出其值的设定 就是在这里 所以它会把p 把x搬进来 把x搬进来 这里 所以它会把x搬进来 所以这里就变100了 然后再来 第二个 又把py py就是这个 又把它asine给y 是指这个的y 所以呢 又把它搬进来了 所以又把这个搬进来 是100 对不对 然后把自己的半径 自己传进来的半径 把它射给自己的半径 所以刚刚传进来的circle呢 在这里 它的半径是50 有没有 刚刚那p是从这里传进去的 半径是50 所以呢 它就把自己这里 就射了50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个就见完了 这个 这个 对象 名字叫c 就见完了 就见完了 所以我总共见了两个 一个这个p 这个point的对象 一个是这个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 p做 c做 p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画图了 p做就画一个点 画一个点 然后再来c做 c点 做 对不对 就扣这边的来画这个图 就扣这边的做 所以呢 就画一个圆 所以荧幕上面 就会有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是它画出来的 然后在圆是这里画出来的 OK 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 你越来对这个oo的掌控能力 就越来越 越好啦 所以这个程序 在100的坐标上 先画出一个点 画出一个点 然后再以这个点当成圆心 画出一个半径为50的圆 p跟c都是同体系 就是同样的 都是这个继承体系 但是不同类别的对象 因此呢 它也呈现了 多态的对象 多态的对象 OK 好 那也是 它是override掉它的 好 但是 N格上讲起来 好 这一个 是已经呈现了多态 对不对 但是还不是最 大家最常见的 这个多态 OK 大家对常见的多态呢 我们马上就来看了 马上就来看 就是 就是 我们在上个加法的部分 我们有提过了 这个我们最真正的 最常见的多态 是要把它放进这个宿主 让它呢 可以指向 不一样的 这个对象 指向不一样的对象 像这样子 我们是一个宿主呢 指向不同的 类类的对象 但是 每一个都可以去扣它的 叫它去算这个 面积 这扣area 所以area变成一个 多态性的函数 这些就变成多态性的对象 那这一个 可以讲叫多态性的宿主 对不对 宿主 那这个才是我们 最想要的 好 N格上 讲起来 这样子的做法呢 才叫做多态 但是 有时候呢 可以把它换宽了 像这样子的 虽然没有Virtual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 也把它看成是多态 OK 所以 这是 有时候呢 角度不一样 所以只要 PC这些对象 都能够接受 同样的信息 表现出不同行为 基本上就是多态 但是要了解 多态 最大的效益 是表现在 像这个宿主上面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要做一点点的调整 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上一个例子呢 要稍微改变一下 那就会更好 OK 好 这样我们来看咯 当我们想 做出了两个 做出一个函数 叫左眼 那这个函数呢 就像 刚刚所看到的例子 就是 收银机 的这个 Free the coin 有没有 刚刚在加瓦那边 有Free the coin 它可以把不同的钱币 丢进去 有没有 那怎么把钱币 要丢进去呢 这个时候 那我们 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会有一点 怪怪的了 你看 当我想把P 丢给它的时候 那我就 先告 这P呢 是Point 这样的一个形态 的参考 就是它的分身 就是参考 那这边也要先告 Sircle 这样才可以 这样才可以 OK 那这样就是 会扣到 这个它的桌 这样也是一个 兜型性 但是呢 有一个麻烦的点 就是 这个 如果呢 我这个写的 很多个 如果我的子类 有100个 那所以类子类的名字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Sircle1 Sircle2 Sircle3 结果我这里 要写100个 OK 可能101个 那这就太麻烦 所以这样子 我们要做点修正 OK 做点修正呢 就是把它变成指针 在这里都是对象 在C++把它变成指针就可以了 因为 因为基类的指针 可以指向指类 但是对象不行 OK 所以 那加完呢 因为是 走的是参考 所以一样 参考跟指针 是一样的 所以 参考可以 复类的参考 可以参考到 所有的指类的对象 在C++呢 就是用指针 因为复类的指针 可以指向 指向指类的对象 就这样子 在加瓦 它本身都是参考 所以呢 这个复类的参考 可以参考到 这个指类的对象 因为 参考的背后 其实 也是大部分 是用指针来实现的 OK 所以这个 我们重复定义的 重复定义就是 两个函数的名字相同 只有参数不同 这叫重复定义 这个英文叫overloading 这个我们后面还有一张 就来详细说明 重复定义的drawing 来画出土跟圆 那 一个 同一个函数 来画出 既合理又方便 但是 这样就伤脑筋了 我们是不是 要定义很多drawing呢 因为这个 这个是用指类的 这个名称 当形态 所以指类有一百个 我drawing就要一百个 那就太麻烦了 这个时候 虚拟函数 就派上用场了 就是我们要改成用指针了 用指针 对不对 那这里只要写 这一个 G类 G类 就可以了 那这个P 就是指向负类 指向负类的指针 那么它就可以 你把 这个P 就可以丢给它 把T 的 位置 丢给它 那也可以 把C 的位置 丢给它 因为 它可以指向它 也可以指向 它的对象 有没有 这个可以指向它 所以呢 就可以写P 箭头draw 因此呢 它就会去看 这一个 所指向的 那个对象 是point的 对象 它就会去调用 point的draw 它如果是 这一个point的对象 是circle 它就会去调用 circle的draw ok 所以这里呢 P 为对象的指针 它是指向 该类别的对象 那也能够指向 它的 直指 生生 因此呢 我们就把P 先告成 这个最上层的point 的这个最高的负类的指针 ok 就把它先告成它的指针 然后 再写P 这个时候呢 它就依据 这个P指向的是point的对象 所以它就 调用了 它的draw 它也可以指向 子类circle的对象 它就可以调用 circle的 这个on 的draw 因此呢 这个作法呢 就支持了 我们一个标准的 这个 用虚拟函数 来 充分的支持我们的 这个多情性 或是多态性 所以要达成这个目标 那么必须做 必须先告成virture ok 必须先告成virture 我们就 所以你看 这个point 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这里要先告成virture 要先告成virture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它就会 可以draw 你看 把这个指针 把这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的位置 传给它 所以P 就指向 这个对象 P 就指向 这个对象 所以它就调用了 这个point 因为它指向 这个point的对象 所以就调用point的draw 好 再来 这里把这个c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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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给它 所以这个时候 p就换指向c了 这个c 因此呢 这个c是circle 的对象 所以p就指向circle的对象 因此这一行呢 就调用到circle的draw 因此就实现了 这个完美的 这个 多形性 多形性 所以 所以join 它 让这个p 指向 对象 p0 让p 指向 这个对象 p0 那p是point的指针 但是 它所指向的 对象呢 来决定 这个draw的函数 因此呢 这个的时候 p0 指向的是point的对象 因此呢 就调用 point的draw OK 那如果是 在这个指令里头呢 它因为是把c 传给它 因此呢 这个pdraw呢 它就调用到 circle的draw 然后画出一个圆 OK 那这就是 c++的作法 那c++也有参考 也有参考的作法 所以呢 它可以 把这个信号改成扶对解 那就参考了 那参考的时候 就直接用点 所以就跟c 跟加瓦的作法 是一样的咯 跟加瓦的作法 所以c++的包含的 比较多 这一个 花样 所以它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大家都会知道 加瓦比较好学 c++比较难学的原因 就这样子 因为c++先出来 那么 经过了10年之后 加瓦呢 才对c++比较 大家觉得比较 复杂的部分 把它就了修正 所以把它简化了 把它做简化了 OK 那因为简化了 那么 它的这一个 就像汽车一样 那自动化 自动排档 那自动排档 有它的好处 开车的人比较简单 那像c++ 就属于手排档 那手排档 也有好处 它的选择性比较多 所以你要爬山的时候 我自己可以决定 可以有效的应用 我这个 这个排档的功能 所以呢 在c++ 它选择性比较多 所以我可以试情况 来选择最好的方式 所以c++的效率 会比较高 的原因在这里 OK 那至于 高老师所 创建的 OOPC来讲 因为 我在第一版 没有提供类别的继承 所以 就没有这个 多态的这个概念了 那但是 有提供有接口 所以我们 在 后面 我们当然会来说明 这个接口形式的 多态性 接口形式的多态性 OK 好 那么 这个高老师呢 也有一本书 叫做 《涉及招式之美》 那么我 也是跟这个 目前你在听的课程一样 我免费的 有这个20小时的 现场课程 包括视频 包括奖益都是免费的 所以有空啊 欢迎你到我的 博客 来 看看 那么你可以 这个免费的 这个拿到奖益 也可以免费的 听20小时的 现场课程 OK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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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